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2023年的8月11号 那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新闻讲到台北市的伪装建筑的问题 那谈到就是说民众党的学姐被传闻说是出来帮一位网红 这个网红他的订阅人数他的粉丝大概有18万人 他在台北的天母买了一栋透天的房子 结果他有一个露台的部分是打出去围起来的 这样一个伪装事实上在盖的时候就已经被检举了 可是他竟然可以不断的找议员来官说 然后把这个案子在柯文哲的任内就把它调成说 就是自行拆除 可是这个网红就是不拆 于是现在到了讲案的时期 他又把它改成就是说必须要强制拆除 就不是让他自己拆除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这个故事 我觉得几个问题可以讨论 就这个新闻的问题 我觉得可以讨论的是第一个 议员官说有什么责任 第二个伪装建筑当然是应该报猜的都要猜 这个就是法律的执行不可以大小眼 你要么就都不猜 要么就全猜 那历任的市长 其实对于拆除违章的这个问题呢 通常长期以来就是议员官说 然后呢 长官碍于压力 就让承判人员呢 可以做差别的处理 好 那如果不小心被起诉的话 那就要看法官跟假官 是不是可以对这些人手下留情 那所以我觉得 我可以举例就是说 有过官说的这个案例 然后最后被判刑的 或是被起诉的 现在还在残送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新北市的例子来说 好 然后 所以我认为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是海霸王的屋顶有违章建筑 这个我们之前曾经在节目中说过好几次 那借由这一次所谓的学姐官说事件 我们再把这件事情 跟大家报告再谈一遍 所以不管是柯文哲 他自诩为他是怎么样 最会猜违章的 可是事实上他的成效如何呢 然后再来是对网红 他有18万个粉丝 怕影响到选举嘛 不要得罪这样的网红是吗 那其实台湾最大的网红是谁 我觉得如果按比例原则来看 台湾最大的网红就是现在的总统蔡英文了 没有人比他更大 不要说他掌握了整个国家资源 就透过一个选举 他可以变成 咬身一变 变成掌握所有国家资源的人 然后呢 自己持有大股的这个海霸王 持股人 因为海霸王 北区海霸王在中山北部之东海霸王呢 我说过很多遍了 他真正的持有人 是正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蔡英文的财产申报很清楚 他是大股东 那现在租给海霸王来经营 海霸王跟他们不是租用的关系而已 因为海霸王庄家 入股了正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40% 所以他们是股东的关系 那么在瓜田里下的情况 蔡英文竟然 是大股东嘛 对不对 然后你的 透过内政部 透过台北市 要把这个土地 从军事用地变成商业区 那我觉得很遗憾 那就是说我用我自己一己之力 花钱来选台北市长 我希望把一些理念 跟大家说清楚 以海霸王的这个违章 这个连地幕都说不清楚的 这块问题土地 也是历届台北市的市长 以及我们的老市长高玉树 或者是说有很多的 前前后后的议员都说过 海霸王北区这块地 这个建筑 前身是勒马战店 它根本就是台北的市政之池 它占用了二号公园的 V定地 然后把它割裂出来 如果可以这样做 我是说过了嘛 我们可以把所有公园地 都这样割出来买卖 不可以嘛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可以分四段来讲 第一段我们来谈柯文哲 柯文哲他当时当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就夸口说他要来猜伪章 然后还有五大弊案 他还好查一查前朝的五大弊案 他最清廉了 他忘了自己曾经因为在台大医院 那个MG149 这个事情 这是什么事情呢 很多人不在意或是没有注意过这样的问题 因为媒体也没有广泛的报道 所以跟大家简述一下 MG149就是一个账号代号 这个账号代号呢 就是柯文哲在台大的时候 他认为大家薪水都太少了 就巧立明目可以对外接受捐款 然后捐款呢是他们自己决定怎么使用 就是变相的加薪嘛 然后很多的名目啊 包括出差啊 包括研究啊 反正就是从这里面出账就对了 那里面我记得还有美吨粒的这个捐款的问题 这个也会涉及医院的采购 这是一个公家的机构 账目应该要非常的清楚 财务要非常的清楚 竟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黑账户 那所以你要说他清廉 我觉得好好去查一查MG149的这个账目 再来说他是不是清廉 那所以回来 他自己夸口说他要猜违章 那这次被踢爆就是所谓的学姐关欠的这个 这个违章哦 这个网红的名字呢 叫做 贝贝还是裴裴 这个 这个你知道贝贝吗还是裴裴 你裴裴 应该是裴裴才对 这个本名叫做尼亚裴的网红 他在脸书创立一个跟裴裴一起变美丽的专业脸书 他总共有18万名的粉丝 然后是部落客 然后常写一些美妆啊穿搭啦 是个网红美女 然后他在邦匹克累积3000多人次的点阅 人气很高 所以呢 他经常这个货厂商的青睐 然后也写业配文 然后还开设这个团购的社团 非常的活跃 那他在天母的这个台北市天母这个家呢 就有一个伪见的问题 长期来是上被监管处盯上的 是要强制拆除的 可是呢 他找上了一些议员 其中包括柯文哲爱将绰号学姐的民众党 台北市议员黄敬寅 去这个店监管处关切 去店监管处关切 所以呢 这个违章到现在呢 屹立不摇都没猜 好 那现在呢 学姐是否认这件事情啦 那到了这个换 蒋万来这个当市长的时候呢 他呢 就现在就把它报猜了 预定猜除的日期呢 是根据这个违建查报的案件的明细表 就是台北市政府就可以查得到了 这个明细表呢 说他预定猜除的时间呢 是112年的6月13号 那到目前为止呢 尚未登陆执行的情形就是还没猜啦 到7月的时候呢 这个强制命令也没有发出去 那他的邻居呢 就说啊 光是2017年 建管处在3月7月10月12月 总共发出4次的猜除命令 2017年 柯文哲执政嘛 然后每一次都是因为议员介入 所以呢 一直拖到了2018年 建管处又排定了在2018年的9月要强制猜除 这个时候呢 他找上了王威中帮忙协调 然后后来呢 又找了林瑞图帮忙协调 那因为这个议员这样的一个关切 所以呢 这个 柯文哲就在他的任内啊 做了一个违章查报的这样的一个公告 很有趣 他就公告说 有几个议员在什么时间的协调会里面来观说这件事情 然后也告诉你这个违章的最后的执行的状态 那更关键的是 他不只对网红不猜啊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更要关注的是 他对总统占有大谷的这个土地的建筑物的违章的问题 他也不猜啊 我们下一段进来 良好的睡眠品质是维持健康的不二法门 为此 Apollo Fiber Insight不断创新研发 Apollo Fiber Insight及舒眠 Plus 养生暖电 采用独家超纤维电热及温控技术 可安全地持续使用 并保持温度55度C 经过检验证时 只要在白天加热4小时 就能杀死床垫及棉被内95%以上的尘满 更能抑制9成以上过敏源 让过敏症状获得有效改善 消除尘满及过敏源 让您熟睡一夜好眠 身体得到最完美的休息 产品更经由TTRI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认证 兼具远红外线养生功效 也是您预含保暖的必备生活用品 发热室防满根除 让您健康100兆 您不用丢弃使用中的旧床垫 只要将发热暖垫固定在床垫 并铺放上寝具 就能轻松加热消灭尘满 获得全面性防护 Apollo Fiber Insight及舒眠 PLUS 双人养生暖垫 现在翔角鸟优惠原价6600 现在只要3880 限量60组 要买要快 一年四季 舒适好年 X-Pad远红外养生暖电 我们拥有世界各国的专利 使用纤维不发热 而不是用传统的电线 启动加热功能 您将感受到温暖的疗愈力量 不仅可以达到出色的保暖效果 更能提供舒缓的热敷功效 让疲惫和不适烟消云散 检验证实 加热4小时 可以去除95%的尘满 和抑制9成以上的过敏源 最重要的是 我们坚持采用零电磁波技术 确保您和您的家人 在每一个温暖时刻 都远离电磁辐射的困扰 将健康放在首位 现在享有早鸟优惠 只需要3880 限量60组 赶快来体验 我们的养生床铺加热垫 将舒适和养生 融入您的生活 享受每一个温暖时刻 好 我们回到现场 所以我们要讲 不只是柯文哲不敢猜 讲万安也不敢猜 刚才讲了柯文哲任内 对不对 八年的时间 这个海胖王顶楼的 这个违章建筑 查的清清楚楚 查报的清楚 也查报了说 什么时候要怎么样 要猜啊 那我们就看这张 违建查报案件的明细表 几个人呢 一个人 到底是谁 他没有公布姓名 然后违反的法条呢 是说违反建筑法第25条的规定 依法应该要拆除 然后结果他执行拆除的情形是什么呢 他排定要排拆啊 是107年的10月17号 请问各位现在几年了 现在是112年了 历经五年 如果大家因为陪陪的房子被拆 排拆啊 对讲话很鼓掌的话 那这个就是我一直以来呼吁的 那请问 不管谁当台北市长 是不是可以先树立一个典范 先把海霸王顶楼的伪章给拆了 连管都不管 你敢拆陪陪 你不敢拆 拆拆 这个就是关键的问题嘛 我们总是遇到权势的时候就转弯 而且是有权有势的人 掌握势政 掌握公权力的人 遇到权力 他转弯 那我们能怎么办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留下历史的记录 留下证据 不要只会欺负一个 有18万粉丝的网红 觉得18万粉丝不重要 但是 这个蔡英文有更多的粉丝啊 他有817公报 他有817粉丝啊 817万的粉丝啊 那是不是更可怕 何况他掌有国家的公权力 他还不是只是个网红 最大的网红而已 所以我觉得 我们看到市政的问题哦 真的是 这些记录都这么清清楚楚 那你真的说你要 敢打老虎 也敢拍蟑螂 那就把海拔王这个蟑螂 这个老虎 把它拍一拍嘛 这样我们才能说 国民党你真的有机会 有能力 真的要跟民进党来 好好的监督他 至少台北市现在是国民党执政啊 你连台北市的执政都没有办法 彻底执行公权力的话 那你说 政党要轮替 整个国家机器又回到国民党手上 你相信他会秉公处理吗 还是又继续这样子官官相互呢 表面上是蓝绿对决 其实 我们的对决都是什么 台湾从来没有真正的政党轮替 我们真正的对决是无权无视的老百姓 跟有权有势的那群大小政客的对决 从来不是蓝绿对决 蓝绿只是轮流执政 然后呢 做的事情完全一样 只不过最近我们发现 可能绿营的人民营党 清出于蓝胜于蓝 还更赢过这个国民党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怕面对真相 所有事情都拿证据出来说 既然能够踢爆网红的伪装 这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伪装 它就是一个老房子 对不对 然后其中有一个露台 他把它围起来而已 可是海怕王是一个商业的建筑 他还曾经起过大火 他既然在顶楼 那是要逃生使用的地方 他做了铁皮屋的伪装 这个是被违法使用成为餐厅的一栋 土地的地墓是军事用地的 军事类的用地的建筑物 我觉得长期看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这块地墓叫什么 叫什么 叫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馆建筑用地 到今天为止都是这样 那没有人敢处理啊 我花了这么多的力气 时间金钱在谈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也发起了在台北市的公投 到今天为止我们连第一阶段的联署 都还没有办法过关 当然因为媒体的封锁 然后我持续的我们没有放弃 可是呢一直过不了关 这个也是我觉得深感遗憾的 我们不要对于市政这么的冷漠 我们缴出去的税 这个市政才有可能有机会变好嘛 对不对 OK 好我们下一段进来 健康大实测 您还在使用昂贵 笨重 且高电磁波的太空舱吗 微波炉使用时 您敢站紧靠在前面吗 超高电磁波的传统电毯 盖在身上 没睡得安心吗 秋天的凉意渐渐逼近 你是否担心睡眠品质下降 无法再冷冽的夜晚温暖入眠 不用担心 这款X-Pad远红外养生暖电 将成为您秋季的必备凉拌 让您拥有舒适而健康的夜晚 我们的产品与众不同 具有多项特点 迎电磁波 给您安心的使用体验 远离电磁波的扰动 让您拥有真正放松的夜晚 可水洗 为了确保卫生 我们特别设计了可水洗的功能 让您随时保持床垫的清洁舒适 节能省电 环保省电是我们的宗旨 我们采用高效节能技术 为您节省能源费用 安全防触电 均温不烫伤 我们的床库加热电 经过严格测试 确保安全可靠 给您温暖的同时 也让您放心无忧 X-Pad为您打造一个 舒适温馨的睡眠环境 让您告别寒冷 与我们的产品一同享受一个 温暖美好的秋天吧 立即购买 享受同温层专属优惠 拥抱秋天的美好 好 我们回到现场 我要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也是我在节目里面 曾经说过的 因为这个例子现在被起诉 然后在今年的6月30号 才刚刚开过庭 而且很严重的是 被起诉的这个是 前民进党 这个新北市的前副议长 叫做陈文志 他还因为这个案子被收押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检察官这样子对付他 他那时候人在国外 回国的时候 一到庭就被收押 非常的严重 而且你想想看 他是民进党的 新北市的前副议长 所以他闲熟于议会的 这些议事规则 然后他是法律人 因为他是我台大的同学 好 那台大法律系 他对于法律不可畏 不嫌熟 对不对 然后还会踩到这样的地雷 可是关键这个案子 就算检察官起诉了 现在的攻防点在哪里 为什么议员去官说 伪装建筑有可能 犯到什么样的条文呢 好 我们就把这个案例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案子是这样子的 就说有人检举啊 那个陈文志 好 这个是民进党的 前新北市的副议长 那他官说 向拆除大队 新北市的拆除大队官说 官说他一个朋友 很亲密的有人的住家 这个违章呢 被官说 那拆除大队的队长 叫做李贯德 承担人员是陈姓的科长 跟蓝姓的承担员 这三个人 看在陈文志的面子上 就放水了 让陈文志 教这个工班怎么做呢 他说 唯一张建筑啊 在什么情况 可以不拆 一个是强拆 一个是业主自行拆除 那自行动手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动手到不堪使用 那怎么样认定 叫做不堪使用呢 第一个 可能就是把墙拆了 第二个 把这个违章啊 整个把它封起来 就是不能使用嘛 就把它封起来 然后呢 这个违章建筑的 这个茶盒的 这个大队呢 就来拍照 纯正之后就结案了 这个就是专法律的巧门 法律的漏洞 就是说 什么叫做不堪使用 本来呢 是说这个房子 这个违章 只要拆到啊 四面墙嘛 三面透风 就不堪使用 不可能拿来装东西 对不对 所以呢 就可以放水 让它过 那什么叫不堪使用 它就专了这个漏洞 我就把原来违章的部分啊 我就用保利龙砖 保利龙砖很轻嘛 对不对 又很便宜啊 然后施工起来也很快 它就把它整个弃墙啊 把它封起来 封起来之后呢 就拍照纯正啊 就过关了 然后呢 等到过关了 过了几天 也没有人来查了嘛 就把这个保利龙砖了 就很容易就可以拆除啊 表面啊 这个工班还做了什么东西呢 他用泡棉胶 还有牛皮纸胶带啊 这个封闭他 那现在这个事情 事实就是这样 可是辩解怎么辩解呢 法律的工房是什么呢 现在陈文治倒庭 在6月30号倒庭的时候 他的工房是这么说的 他说啊 这一招啊 他是在网路上学的 不是他发明的 有的人就是利用这个方式过关 过关 所以至于说在外面啊 去贴一些 什么胶啊 什么泡棉胶 牛皮纸 胶带啊 这个不是他叫工班这么做的 而且工班这么做 这也没有告诉他 但是确实是他叫工班呢 利用保利用砖的这种方式 达到所谓的不肯使用 那其实这种东西哦 明目张胆的 查核的经验这么老道的 这个拆除大队 这些职员 这些公务员知不知道 这种做法是掩耳盗铃 等到你查报单结案之后 他又会怎么样 把它拆掉继续用吗 好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崇文志被起诉 然后为什么被起诉呢 起诉的条文是什么 他就说 你图利这个被拆除的人啊 你利用权势啊 去施压这些公务人员 然后图利的这个权利人 违章建筑的这个屋主嘛 然后还可以计算出来 他图利的数字哦 他计算出来 检察官认为说 他这个图利啊 是几乎是179万 因为图利的金额 也跟后面要良行的有关 有关系哦 所以具体的把这个图利的金额 把它说出来了 那为什么是这个数字呢 他说因为啊 这个被他围市官说的是 陈文志的朋友 是刘姓的一位女士 他在这个围章没有被拆除 这个就这样子 糊弄过关之后结案了 然后三个礼拜之后 他用两个礼拜之后 他用3000多万的价格 卖出这个房子 如果没有这个违章建筑物的话 那他应该要卖多少钱 有这个违章建筑物 他在房价上面 有没有加成的这种效果 因为违章建筑在不动产的买卖的时候 往往不在这个计价的范围内 买卖合约女院不会有这个 可是因为有计程的违章 会不会因为计程的违章 没有被拆除 而且已经查 他才刚被查查过 已经结案了 很难再来查第二次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所以呢 他的价格可以比较高 是实务上会发生这样的结果 所以现在警察官的起诉的内容 以及在法院公开法庭的工坊 大概就是这样的事实 所以我们今天回来看 那在台北市 官说这个网红的违章 让他不拆除 有没有图力的这个现象 有没有图力的事实 当然有嘛 他虽然是小小的一块 就是本来应该是露台 他把它封起来可以使用 那你也可以去算一个贫效跟租金 室内的贫效嘛 就不是户外的阳台或是露台 那室内的贫效可以算得出来 在天母台北天母 一贫的租金大概是多少钱 平均嘛 总是可以算得出来 不管你图力多少钱 是图力啊 好 那这些施压的议员总共有多少人 应不应该比较陈文志的情况 至少讲完关要介入侦查吧 不然只有陈文志被起诉 这样公平吗 不但我们今天在讲 拆除违章建筑要讲究公平 我们在讲对于这些不当官说的议员 你可以去官说 可能要维护民众的权益 可是你不可以去官说是违法的事情嘛 这就不叫官说也不是为民服务啊 这个不是市民服务的项目 你去施压这些职员 对不对 缓拆或是让他自己拆 自己拆他又不拆 对不对 一再的拖延拆除 这也是很有辟博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刚才讲到的 警察官应该要介入调查 否则只有我同学陈文志被起诉 然后现在这个司法缠身 官司缠身 然后还被羁押耶 案子还没判之前还被羁押 其实羁押的必要性是什么 你有逃亡或串政之余嘛 那这样一个官说的案子 哪有那么严重呢 所以这个法判 他其实也有蛮大的一个 好像是政治性的这个手段 所以如果我们要避免说 这是政治性的手段 那是不是我们的检察署 我们的检察官 我们的高检署 是不是可以统一对政治性 做一些处理 然后更关键的是 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蔡英文的侄子 现在高森啊 高检署的主任检察官 那请问你们家 你也有继承权哦 因为现在是在父亲名下吧 可是这个姑姑的这个权利 最后这些侄子啊 也有继承权啊 对不对 因为这个姑姑没有生小孩嘛 那所以不要瓜田里下 你是不是也应该要侦办一下 去帮海霸王官说的议员 到底是谁 有没有徒例 那海霸王的顶楼的违章 是不是要猜一猜 这个就是很关键了 所以司法能不能独立 司法能不能公平 为什么我们坚持说 我们一定要再来一次政党论替 这一次的这个违章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例子 大家觉得我这样讲有道理 公平嘛 我们永远不是在跟蓝绿 什么蓝绿在对抗 他们都是玩假的 他们只是不断的轮流在取得执政权 然后享用这个国家机器 享用整个国家的资源 有没有好好在做事 没有 我们是无权无视的老百姓 对抗这些有权有势的大小的政客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就是不断的监督它 不断的揭露它 即使他们现在不动 就是不动 就是要护航 就是要违法 我们也要留下历史的记录 下一段进来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明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暖电的小知识 做SPA很棒 但是当我们躺在暖电上享受放尿时 有可能花钱受到伤害 SPA可以速冻筋骨消水排肿 让自动伤害远离你 但是你知道 当我们赤裸的身体放松时 自动加入的放尿床 是一张充满电子波的垫子吗 SPA垫为了防止顾客受凉 都会在放尿床上铺一张暖垫 试着用手指划过这张暖垫 你会发现微微凸起的异物 那是密布的电线 利用电线过负载发烫产生的物理现象 来发出热源 过负载发烫气息很危险 它是让电线一直处在烧起来的边缘 来达到发热的效果 这种电线通常使用期间也不长 因为高温反复的加热 让电线的包覆材料容易催化 就会有漏电导致触电的危险 这种交流电的电台很常见 900到4000台币的价格 中国跟韩国货居多 但是这种产品的电磁波 比运转中的微波罗还高 对身体的危害很大 现在在我手上的这个呢 是电磁波的测试剂 我们把它打开来测一下 打开来之后呢 发现它会有一个数字 那我们稍微转换一下单位 我们把它转换成豪高斯 会出现0.3到0.2再跑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数值呢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中 还有WiFi 墙壁有电线 还有其他环境中的电器 包括手机发出来的讯号 这些都会发出电磁波 再来呢 我们测测看手机的电磁波 那是我的手机 我们来看一下 就发现说 它的数值 差不多来到 0.3 0.4的豪高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运转中的微波罗 它的数值是多少 好 把微波罗打开 按一下微波 我发觉说呢 大概9 10 11 12 数值差不多落在 11 12的范围 好 那我们来测一下 一般的电磁 我们先把它电线接上 那一般的电磁呢 它是没有变压器的 就是这样一条电线 它就是交流电 好 我们把它插上之后 把开关打开 好 我们来测一下 它的电磁波 发觉有到三十几 五十几 六十几 好 这边来到 刚刚甚至跳到八十几 二十几 三十几 其实数字非常的高 就跟一台运转中的 微波罗一样 非常的惊人 除此之外呢 传统电磁还有烫伤的风险 所以它使用的警语是 只能当盖背 不能当热电 因为传统电磁 在运作的时候 电线的温度其实是很高的 要是身体再压到 电线的状况之下 等于直接接触电线的高温 很容易被烫伤 所以一般人使用的方法 都是错误的 因此呢 严重烫伤的报导 实有所闻 如果你家中 还有这种传统电磁的话 建议你不要再用了 你就赶快把它丢掉吧 我们回到现场 所以我说蔡英文其实才是最大的网红 为什么 她有817万的粉丝嘛 投票给她的人应该都算她的粉丝吧 那这些人到底觉得 绝不觉得海霸王的顶楼的违章应该要猜呢 我们把证据带给大家看一遍 好 这个就是海霸王的顶楼的违章 公告在台北市政府的网站上 大家可以去查 台北市政府的伟建查报案件明细 然后去查这个查报的文号 是105年的61259600号 然后违竞的地址是中山北路 三段59号7楼顶楼的铁皮屋 因为这一栋目前还是在做什么呢 做餐厅使用 顶楼为什么要是空的空地 它也涉及就万一有大火的时候 逃生的抢救的方法跟机会 这涉及人命的问题 这是一个公用的建筑 它不是一个私宅 说人很少 它有不特定的人会进出的地方 记不记得之前的钱贵的大火 而事实上海霸王这栋房子 就在民国97年还是96年的时候 就发生过海霸王大火 大家去检索还可以看到那个 那个海霸王大火 然后事件发生的时候 既然餐厅还忙着要结账 而不是赶快这个疏散民众 后来有人惨死 也有这个消防队员 因此而罹难 那这样的事情永远学不会教训吗 涉及公安的事情 大家都可以这样轻忽吗 所以我觉得一件事情 可以让三个人 不管他怎么样化妆 他的化妆师怎么样为他们 在政治上涂脂抹粉 柯文哲绝对不是猜除海霸王的 或是猜除台北市的违章的一个高手 他是一个不公不义的 维护这一些网红啦 小网红啦 大网红啦 他是在维护这些人的权利 然后他们旗下的民众党的议员 到底有没有涉入官说 因为这涉及徒利 所以比照新北市的前副议长 陈文志的案子 台北市的假官应该要立案侦办 好 那高检署也应该要折成啊 对不对 你的地检署有没有好好的做事啊 好 关键是现在讲话安 因为拆除这个网红的这个伪装建筑 好像树立了跟柯文哲不一样的典范了 可是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是不要大消炎 除了这个小网红 还有更大的一个大网红叫做蔡英文 你敢不敢猜呢 你敢不敢猜呢 而且我一直在讲档案法解密 可不可以公布公告 当时官说的议员是谁 不要管他是哪一党的 不要有颜色的差别 政党的分别 就公告他啊 公告有什么好处 公告至少供过往行人嘲笑之 对不对 公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谁干的啊 然后下次不要投票给他 你至少可以做到这一点嘛 不是 柯文哲的任内把它隐匿 那请问讲话安可不可以把它公布呢 不要只是会做形象 做表面功夫 真正的海霸王 真的是霸王级的伪装建筑在这里 好 我们今天呢 就把这个资料跟证据 奴列一次 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然后也希望 对于支持我们认为说 这个海霸王这个土地 应该要还给台北市政府 我们要恢复一个完整的 二号公园的朋友们 可以上网 去台北市政府 帮忙我们一起做连署 发起这个 拆除海霸王还地余民的 这样一个公投 那只有户籍在台北市的市民 才可以连署哦 好 不要忘了 好 这个我们还在继续推动这个案子 那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星期五了嘛 那周末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到处去走一走 然后也可以看看书 看看电影 这个是充实自己的好的时候 然后最近因为郭台铭 我觉得就到处去办活动 这种步调步骤 跟他的整个立论 我觉得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他只是还缺最后一门一脚 说他要参选而已 那我非常期待他可以参选 理由都告诉大家了 我认为不管是蓝绿 都不能够改变台湾 郭台铭是最大的一个变数 他有可能给我们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无权无事的人可以白手起家 那么我们所有的人 也可以在这个社会 得到真正公平的对待 没有大小眼 再也没有所谓的 有权有势跟无权无势的人的对抗 而是真正的公平民主法治 我们下一集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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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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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Zither Harp